說 立即付錢 立即敗事 好 扣費了 師傅 慢著 做甚麼 因為這些人是我血汗潛水 放心 我明白的 很快會把你訓練成財 慢著 又做甚麼 你又說有錢真不收學費 問得好 你等等 其實這些錢不是我帶的 是捐給中國萬千苦難的 同胞死裡人不單有書讀 還人有功練 歡迎大家來到自由發生 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007 沒有點關注的朋友 請點一下關注 謝謝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 其實有很多的人都已經清醒了 他們會用各種的方法發出聲音 今天007就給大家讀一段 中國網友寫的一段文章 文章的題目叫做 不打是孫子 這兩天都在紀念朝鮮戰爭 刁得一 就是習近平 帶頭富有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壞是壞在骨子裡了 不可救藥 惡是惡在基因裡面 無法剔除 那一年究竟為何而戰 美國要侵略你 所以要保家衛國 美國46年在青島駐軍 在大連駐軍 在天津 在北平駐軍 怎麼那個時候不侵略 5年以後 吃飽了撐著捨盡求遠 從一個鳥波拉死的半島登陸 跨過一個國來侵略你的國 美國人的腦袋都被驢踢壞了嗎 率先發動戰爭的人是誰 誰是侵略者 誰是正義的一方 犧牲了幾十萬人 或許更多 得到了什麼 原來什麼樣 還是怎麼樣 土地沒有多一寸 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 日光之下沒有新玄士 除了交戰雙方 多了上百萬具屍體 埋遍了三千里江山 什麼都依舊 既然如此 為毛縣去打呀 以子弟之骨肉 為他人做嫁衣 保全了一個最貧窮 最恐怖 最黑暗 最無恥的政權 自己惹得全球討厭 國際封鎖了幾十年 值得嗎 長津福之戰 九兵團三萬多士兵 一旦未發活活動死 底坪裡一戰 數個成建制的滿圓的絲 圍攻美軍齊二絲一個團 結果兩萬多人戰死 負傷三萬 最終狼狽敗退 美軍陣亡兩百多人 負傷七百多人 大獲全勝 上岡嶺一戰 陣亡四千七百多人 負傷近六千人 美軍陣亡二百七十八人 負傷一千一百人 鐵圓金剛川 數不勝數 勝利都是子弟用命換來的 十命換一命 無數兒女學傻半島 最終局是義和停戰 我們 你們打贏了嗎 打贏個毛線 吹吹吹吹吹牛逼 幾十年不反思 不檢討 不敢面對真相 不認錯道歉 就特末的直到吹呀吹 在人類的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階層 能夠如此無恥 卑鄙下流 就是在動物界都很難找到 這樣卑劣的物種 遙想當年老毛為了培養兒子 尚未做鋪墊 派他去朝鮮渡金 站上上哪裡最安全 總司令部 他就去了總司令部 雨打不著風吹不著的地方 自以為安全 裝逼被雷劈雷還在路上 F86和凌固汽油彈高爆彈先到了 人間或許無道 蒼天絕對有眼 除此之外 沒有一個高級將領的孩子參戰 死的都是百姓的兒子 七十年代 高幹子弟最時髦的就是參軍 各兵種各部隊集滿了龍子龍孫 七九年對月開戰 一線作戰部隊十個師 沒有一個高幹子弟在火線 都他媽的事先得到消息 脫關係掉到後方去了 死的還是百姓的兒子 這回又開始忽悠了 自己的孩子票子婊子都送去美國了 卻要鼓動老百姓的孩子去和美國打仗 這得壞到什麼程度 才能想出這樣的斷子結孫的邪惡主義啊 日俄對馬海戰海軍大將 聯合艦隊司令官東鄉平巴郎的兩個兒子 都在驅逐艦上服役 做開戰先鋒 所以東鄉有資格說帝國成王 在此一戰 往租軍努力 東鄉的兩個兒子一死一傷 日俄呂順之戰 陸軍元帥乃木西點的兩個兒子 一個大衛一個中衛 都在前線步兵連隊 所以乃木有資格說 租軍要報定為天皇捐軀的決心 別人捐軀沒捐軀不知道 呂順一戰 乃木的兩個兒子都為天皇捐軀了 難道你們連日本帝國主義都不如嗎 四十年代太平洋戰爭 韓戰、越戰、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 美國有多少高官參眾兩院的議員 州長的兒子在軍中服役 多少權貴的孩子為了國家戰死沙場 難道你們連美帝國主義也不如嗎 富有打仗行啊 打哪裡都可以 打誰都行 怎麼打都行 打多長時間都可以 只要聽局以上的幹部 哪家一個兒子上火線去當普通士兵 都冒著槍林彈雨去衝鋒陷陣 如此我就擁護 全國的屁民都擁護 不打是孫子 這就是中國網友寫的文章 不打是孫子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體會得到 中國網友對官方宣傳的朝鮮戰爭的態度 每一年的10月25日 中國的很多網友都會在網上放一碗蛋炒飯 以此來紀念那位英勇的美國飛行員 紀念那顆燃燒蛋 紀念那個惡魔的兒子從此消失在人間 很多中國網友戲稱今天為蛋炒飯節 節目的最後我還是引用這位網友的那句話 人間也許無道 但是蒼天肯定有眼 祝大家蛋炒飯節快樂 感謝大家收聽今天的自由發生 我們下次再見